之前那一回合避開了因為李宗偉的退出 但是在上個星期我們看到他在馬來西亞的表演 事實上李源壹的狀態其實都不錯 這個毫無疑問 李源壹是一位很有實力的球手 雖然曾經是退出國家隊 現在再回來之後 就比較明顯狀態一直在提升 所以對他來說相信今年的奧運會 是他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其中一個可以說是唯一一個 為何他要回到國家隊的原因 所以這場球可以說是他能否可以在奧運會 拿到獎牌的其中一個試金石 好了 馬上上映的第一局賽事 穿在白色衫背向鏡頭就是中國的林丹 面對鏡頭 穿起黃色衫的就是韓國的李源壹 剛剛開頭兩頭 雙方互角得一分 當然林丹的實力大家都知道 李源壹如果真的希望可以說 不要說只是講到金牌那麼遠 只是想在林丹身上拿到一局 他應該要怎樣去做才應付到林丹呢? 當然在比賽當中很多時候都是 我們教練經常都說就是以我為主 所謂以我為主就是我有我的打法 我就不理你怎樣 我先將我的盡量想盡辦法 將我的優點先打出來 尤其是這場球就比較明顯 你問十個球迷 應該可以說是九個半都會認為 藍丹就可以贏出這場比賽 在這樣的判主來打 這樣的心理狀態底下 李源壹也都可能有些超水準的發揮都不定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 林丹亦都可以說是對他的一個考驗 見到李源壹今天的跑動 開局似乎好像昨天的比賽 是要輕盈很多 比較積極快了很多 見到這個網前 就是一個搶網 林丹在下手 這球真的放得很漂亮 這球也都顯示 就是李源壹 在網前的手感是非常之美 很多時候我們說手感 為何是這麼重要 因為很多時候如果你是手感好的話 你放網就可以放出一些很貼 而且就是很短短的球 剛剛看到這兩球 當然李源壹的發揮不錯 但是反而 林丹那方面 看到他暫時都是 可以說有少少萬不驚心的感覺 很多時候比賽就是這樣 因為你始終壓力在林丹那裡 因為 我想全部都是看好他 所以在開局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他就會先 採取這個穩紮穩打的打法 先看看究竟你用什麼戰術 然後當自己進入狀態的時候 先別再按鈕 對於林丹來說 真的很多時候 其實在賽事當中 看到林丹打打球 真的看看林丹的心 想不想要贏得到這一場 有時候可能真的怕 好像贏得太多 自己好像對賽事的冠軍 反而未說真的出盡全力 是 因為他是一個自信心 是非常之強的一個球手 所以他就覺得 我什麼時候想得分 我什麼時候就加速 我什麼時候想做什麼 我就怎樣做 所以你看到他打比賽 真的很多時候 不知道究竟他什麼時候會發力 當然這也是其中一個 吸引球迷的一個地方 因為比較明顯 開局打到現在 他還未全速去打 那麼他底線起跳進攻的這個 殺球的這個優點 就還未有機會是去發揮出來 當然 就理原因 因為他一路都是打下壓 搶網 那麼也都是令到 林丹有很多時候都未必是有機會 是可以拿到的進攻機會 你現在一路都是比較主動的 嗯 這球球 是打了出界 雖然林丹還未全速去打 但是分數都是領先7比4 對 都好像見到林丹有少許 自由淡定 是 的確他打球 就 就是給人感覺 就好像 很隨便 那樣 好像這球球 接殺球 一本都好像不是很動的 這球球有少少運氣 是漫漫 那手伸出去 雙腳根本都不動的 對 這球球很漂亮 見到林丹一直都防住 根本都不積極採取這個進攻 第一次進攻就得手了 所以他每一次下手就真是 防守火方就真是很難防的 一次殺直線 一次殺對角 有時候就雙腳起跳 有時候就這樣不起跳 你猜不到他突然間的一個閃動打球 所以說如果大家真是 有些譬如剛剛學打羽毛球的朋友 不妨真是落足眼力看一看 林丹的發揮 因為 真的打得很全面 當然看就很容易 看就很容易 看起來真的很難 沒錯 沒錯 可以說真的 給正個板去看 現在 雖然一開始就稍為落後 突然之間 現在林丹已經是反勝10比4 他打球真是很穩定 他打球真是很穩定 這個上網很漂亮 好像球球技奇一樣 做一個滑板就得分了 做一個正手滑板 好漂亮 好變 好了 林丹暫時以11分是領先 好了 繼續回到來 位於韓國首爾的掌中體育館 現在上演的就是 韓國公開賽 亦都是國際羽毛球赤級批列賽 2008的第二個分站的賽事 藍丹的決賽 就由世界一哥林丹對著韓國的李源一 休息之前 林丹一陣狂風掃落葉的攻勢 現在暫時領先11比4 真是形勢相當之好 打到目前來講 我們見到林丹都還未是禁制 所謂他還未全速去打 但是分數都可以很輕鬆地領先大比數 相信李源一就不能夠繼續這樣打了 應該來說就是需要 首先一定要速度要加強些 果然現在是將速度快了 但是在進攻和速度加強之餘 而且也是要想一下方法 怎樣是可以打穿這個林丹的防戰 李源教練就應該在11分的時候 應該是要做一個指示 這球球林丹的防網是真的放得很漂亮 又貼又旋轉 這種球要挑起那個球 的確是非常之困難 唯一的出路就是勾對國 但是勾對國又勾了落網 其實賽前都有很多巴邊新聞傳出 當然林丹這一位 可以說我們中國的超級球員 當然就是焦點所在 其實近這幾年 當他和中國羽毛球一姐的人馬 謝幸方傳出了戀情之後 很多時候大家的焦點都是放在他兩人身上 但是很多人就說 這場球林丹應該壓力小了 因為謝幸方在女丹方面 今站就沒有參賽 所以變成了這次 話就說成為林丹孤軍上戰 但是反而在傳媒的報導方面 對於林丹反而那個騷擾 或者說那個狀況沒有那麼多 變成可以讓林丹更加集中精神 在08年這個第一個 他個人的錦標上 向金牌賣盡 是當然就是 謝幸方沒有參加這個比賽 是有他的原因的 那麼據這個路邊者的消息 就是這個 謝幸方在馬來西亞公開賽期間 就就是 在洗澡的時候 好像在浴室 就是善親 而受傷 當然這個就是路邊者的消息 結果就是馬來西亞公開賽 就沒有 退出了比賽 而這個 南韓的比賽 也都是退出了 那麼可能我也都同意 就是說 可能謝幸方的 就是沒有在身邊 也都令到這個林丹更加集中精神 好像現在這樣打到現在 是一個不可思議的一個分數的差距 那麼 李源一在四分那裡 就都沒有動過 那麼 在決賽階段 就出現這些 那麼大的比數 就真的比較少見 真是很難想像 李源一在06年的亞運會的團體比賽 是曾經是贏過林丹的一位球手 不過很老實講 林丹其實去到06年的時候 真是 06、07年 可以說是 稱霸了這個的南丹方面 這個的世界羽毛球賽 那麼因為06年 07年 連續兩年 林丹都可以成功 在這個世界錦標賽裡面 取得了南丹冠軍 真是有她的實力所在的 那麼所以 在第一局的早段 曾經落後3比4的情況下 連拿18分 結果林丹輕易在第一局 先以21比4勝出 休息之後 欣賞第二局的賽事 正如在第一局完結的時候 陳志才教練都說 第一局可以說有些不可思議 連續被林丹拿了18分 結果第一局21比4 這麼大比數 在決賽當中出現 真是責為觀止 這個可以說是一個世界紀錄 沒有可能是一個決賽階段 就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麼究竟是 李源一打到一半 是經過教練的指示 是不要那場波 還是究竟是能力所限 還是記戰術方面 就是被林丹一直牽制著 那麼這個真是要打完第二局 開局的時候 才可以揭曉了 那麼理論上 就在第一局的比賽 李源一就完全是 即可以說 發揮不到他應有的專場 那麼林丹也都是 不需要說是禁制 不需要說是怎樣去攻的情況下 就一路先放著先 都可以有這麼大的比數的領先 那麼重要 曾經是拿過18比0的這個絕對優勢 那麼所以第二局 就要看一下開局之後 就是李茅教練 就怎樣給到這個 李源一一些的指示 那麼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是有些好一點的局面 那麼因為真的相差很遠的 你說如果本身是李茅教練 想著想第一局 都是放給林丹的話 那麼變成 那個士氣上 李源一就未必太輸蝕的 好了第二局也都開始 那麼三四第一球 李源一就首先打到落網 第二局開始就見到林丹好像 反而就更積極過第一局 有機會他也是嘗試起跳去進攻的 就好像見到毛巾有些血 這樣喔 究竟是 那裏是不是 有些流血 還是怎樣呢 那看來現在林丹 首先出了牆邊 那 那 那 暫時都未知究竟是甚麼事 那都是見到林丹抹汗的 那 那自己都找不到 說究竟 會不會 喔應該可能是鼻乾有些少少流血 那 那也都是給醫生看一看 那 但是林丹呢 就示意說 自己沒甚麼事 應該可以繼續 因為他都害怕一害怕 抹一抹的時候 突然之間見到有些血 那可能真的 乾燥得太都未頂 或者可能他自己都吃了 人心精補得太 沒有理由殺一球球 馬上流鼻血 那 經過 這個流鼻血之後 就可能反而 他令到他有少少不集中 他也是給到 這個 李源一 就經過19比0 的 給分之後 就連拿兩分 那 現在的給分 就 第二局 是以2比1 是領先回這個 林丹 跟第一局的開局有點相似 那 反而開始見到李源一 打回 我們可以說 之前看過 他應該有的水準 好 好 下手球 這球真是 顯示到他的手感很漂亮 看見到林丹 都是這樣 鬥著鬥著 突然間殺球 鬥得好 好球 這個防守 真是非常之精彩 好球 看見到林丹 突然間 頭頂殺 對角 3 1 轉不到身 轉不切 腳 但是轉到身 救完一個殺球 在頭頂 殺回一個直戰 得手 非常之好 這球 李源一真是 在防守之餘 把球可以回到對方前場的位 對於林丹 他要再撲上去救 也有一定的難度 是 剛才那球球 見到林丹 殺完球 之後 見到他是上網 跟得比較慢 可能他想著 之前這麼輕鬆 我殺下去 殺死 所以這球球 是跟得比較慢了 見到林丹 真的佔半鐘場球的出手 真的有很多變化 這球是界內 可以說真的把全場 在蔣中體育館的韓國球迷 全部叫醒了 連拿4分 現在暫時 韓國的李源一二四比一 領先林丹 剛剛沒有這球 入界很明顯 再拿多分 看來林丹 剛剛那個球 應該打了落網 5比1 加油 加油 似乎 這是第一局 韓國的戰術 有一點點臭效 可以讓他開局的時候 完全把形勢逆轉了 暫時還拿到6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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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2 1 2 1 1 2 1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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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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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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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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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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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但是手上的球又不知為何會和流鼻血有些關係 沒理由無端端這麼多的失誤 你現在這球球是有點心急 太過勉強去攻 結果是打得太邊了 見到李茅教練都很穩定 因為自己的外象都在領先 不過雖然林丹輸這麼多分 但是見到很多球球 其實林丹並不是說到不到 其實很多時候反而是他自己選擇 暫時不去動前 只是想在自己的位置看可以打得多盡 所以有很多球林丹並不是說救不到 是 看見兩位球手的跑動並不是說很多 當然這些對一些球迷來說 覺得為何他可以打球打得這麼輕鬆 其實這些完全是 由於他的球是控制得比較好 所以基本上打完這一球球之後 他基本上可以判斷到下一球球去到哪 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每打完一球球 他回動的時候 拿那個重心點 起動點就拿得很好 這個也是造成這些高級的運動員 通常的跑動好像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球球都可以很到位去擊球 所以這類天才型的球員就有這種特點 亦都令到我們在電視的旁邊看球的球迷 就是非常之欣賞 因為好像跳芭蕾舞一樣 很漂亮的 還守得住 好厲害 林先生 這個假動作真的太漂亮了 看到李懸一動都動不到 雖然李懸一那類重心是非常穩的球手 但是竟然給林丹 看看這個正手 做一個假動作 做一個停頓 大家看到中波教練 也都是有少少心急 一直都在不斷 這樣給到林丹一個指示 因為始終林丹都仍然是落後緊 在中波教練隔離 都坐緊的這個教練 就是吉辛彭也都是2000年奧運主的 男子丹打的金牌得主 現在他是轉做了男子丹打的教練 我相信以他的經驗 應該也是可以有足夠的能力 去帶領中國的男子丹打的球手 一、二、三、二、三 林丹集中精神之後 就不斷地取分了 李懸一在正手區 就不斷地攻擊林丹的直線 即是反手區那裡 但是似乎那個效果並不是那麼理想 還有很可能在頭九分 要搶那九分的時候 李懸一開始在體力上消耗大了 所以落到來 剛剛這下的攻勢 給林丹一直拿回 李懸一看到力度已經開始 也減弱了些 反而林丹還是打得很輕鬆 嗯 這兩個球手真的在往前的手感 是真的很漂亮 哎 這個搶一旋腳 最後在正手打一個直線 就打死了一球 但是如果這球球 林丹不是搶一旋腳 相信他應該都可以救到 看到他在左腳那裡是 搶了一旋 暫時來說第二局 韓國的李懸一 十一比九 領先林丹 我們都休息一會 為免韓國開賽冠軍 林丹 來到第二局 雖然一度落後一比九的分數 但是在休息之前 已經見到林丹追上來了 暫時都只是落後李懸一兩分 九比十一 分數來說 其實對於林丹來說 好 當然林丹是一位 自信心 是很強的那些球手 而且技術又很全面 攻得 攻得 拉得 要快要慢 隨時他都可以禁制 所以這些雖然是落後緊 以他以往一貫的作風 仍然是打得很穩定的 問題是他何時想追 所以這類這樣的球員 有時候作為教練 真的不知道應該要怎樣 很多時候可能做出一些指示 可能要由他自己來發揮 這個判斷是非常準確的 遇到這類的球手 就真的不知道怎樣打 因為他走幾幾 又不是很想打 但你想快又快不到 好 打到目前為止 很少見到林丹是全速去封 這麼多一路控著 但是這樣的戰術 亦都令到 李源壹就好像 無從入手 雖然分數都仍然落後 但是林丹都仍然是 還未去按鍵 傳速去封 打 可能他在心裏 就覺得很有信心 贏到這場球 防得好 一路都放著 一個跳球 就可以令到李源壹就失球了 在這場球 見到大部份的多板 都是最終由林丹去贏的 可能因為這樣 所以他一直都堅持 這種不積極主動去搶攻的打法 的確 這類球員 真是世間少有 真是很有自信 看他的眼神 就知道了 雖然 現在仍然是落後緊 但他的眼神 好像告訴我們 他一定贏的氣勢 謝謝 五 七 九 十二 十三 十三 fou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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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一年就追育了四分 十二 這球球就見到林丹是速過路 想上去撲球 結果李源壹也是察覺得到 突然間的手腕閃動就推到底線 好球 這球球球正判了李源壹過網擊球 這些情況真的很慘 真的很慘 這球球是滾過網 這球球應該是不過網的 的確球正判決是對的 有這個角度看得很清楚 李源壹是心急了些 是過網去擊球 好大意 因為現在來到這些關鍵的時刻 真是一分都不可以失的 這樣又被林丹拉回去停分 接著還被林丹搶多分 雖然林丹都還在這裏 鬥著鬥著來打 但是分數已經追到領先一分 這段時間似乎是有些加速了 有些搶攻的味道 但亦都帶動得到 李源壹也是被迫著 就是要加速跟上他的速度 但是在快速的移動當中 亦都在反手區推一個對角失誤 對角失誤 對角失誤 林丹是兩分領先 想不到這場男子丹打的決戰 會是這種場面出現 他想不到這場男子丹打的決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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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有一個放網很貼地下 這些球真是很難挑的 真是太漂亮了 有機會攻都不攻 真是信心爆棚 十七十四 林丹可以說目前都是佔著上風 領先三分 林丹發球 贏球 始終 你原一看底線都是具備一定的威力 雖然今天基本上都可以被林丹 防得住 但是這些球球就防不住了 有少少失位 跟著就跟上破一個對角線 林丹也是經常在比賽用出他這種招牌式的 接殺球救球動作 當然這些通常都是有少少表演的味道 看來暫時 林丹都還未說是有絕對的贏面 雖然現在領先兩分 但是也看到李源一慢慢開始進入他應有的狀態 十七比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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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這段時間 林丹連續三個都是防守防住 又把分數追到十七比十七 真是這個要考起這個場邊那個教練的心臟 真是大起大落 真是心臟負荷少一點都不行 居然這麼高潮跌起的情況 來到第二局尾段 打成平手十七比十七 林丹也都很輕易 這一下反手拿回分 看見林丹也有少少亂了 因為如果是可以說要鬆的話 可以前面鬆 但是去到這個最後階段 你的鬆其實是很危險的 隨時可以三兩下手勢 就可以被對手可以偷雞拿到一局 剛才那個分應該落到李源一的身上 李源一現在是領先一分 但是就打得了落網 所以這段時間林丹一定要集中精神 雖然可以不攻 但是精力一定要集中 如果太鬆的話 扔多兩分就會很危險 這球林丹真的沒有辦法 他這麼大反應 因為很明顯他見到 真的出了整個波位 沒理由你看不到吧 林丹都問 球稱都很明顯 看他應該會否認同林丹的投訴 看看慢鏡頭 這個角度其實不是這樣 這個位置就不對 這個角度應該是出了界 應該是出界的 但是他都對於在旁邊的私線員 有少少的意見 是 現在球在林丹手上抓住 應該是他判贏這一分 真的很緊張 因為這一分 拿著現在暫時還差兩分 林丹就可以拿到林丹的冠軍 十九十八 好!好球 這個球是非常漂亮 李源一 在網前有個波波 但是最主要的 不是發動了 就是那個意識 難再難在臨丹高展擊球的情況下 他仍然是夠膽衝上來 這個是非常之難得 亦都是非常之大膽的一個舉動 哎呀 真是慘了 機會過竟然打了落網 剛才帶好的形勢 因為這麼難得才說追近平手 好 再看一看這球 剛剛見到南韓隊的教練安在昌 亦都是很無奈 感覺都非常之可惜 現在臨丹的match point 29 雙方手感都是非常之漂亮 非常之靚 走到 哎呀 但這一球好彩了 李源一 守了一球之後 臨丹放回去後場 誰知道那球放遠了 出了界 將來看到現場的觀眾是愚痴愚醉 20-20 換句話說 在21分絕勝負的局數下 要在這一局打到Duce 可以說 李源一都撿回身彩了 誰先拿兩分 又來喔 今次看看球證會不會判回這一球過你這球了 應該不會 因為臨丹也是很自動自覺的 這樣就 這樣就... 這個球是in的 對啦 其實很明顯是in 很明顯是in 但是... 真的打了落網 機會又去到李源一的真相了 真是高手過招 就是一個小小的錯誤 已經隨時有機會斷送這一局了 其實兩位的球手呢 手感都不錯的了 但是可惜這個球放下去過不了網 繼續攻擊對角線 好 真是李源一 當然要頑強 總局數一比一打和 第三局才可以決定到 藍單的冠軍誰屬 可以說在第二局真是看得出 李源一是打出氣勢在這裏 是 那當然就... 我覺得會是比較奇怪的 就是爲什麽臨丹 一直都不願意用速度來打 即是不可以去搶攻 一直都是先防著先 等對方死 或者是打四方投這些戰術 那以往來說 就是藍單底線雙腳起跳 正手起跳 頭頂起跳 那些這樣的動作 就在這場比賽 就似乎就是很少見到 那如果是繼續這樣打下去 就如果是打起李源一的氣勢的話 就相信藍單都會是很難打的了 那打到現在第三局 開局 見到藍單都仍然是 打得比較 即是沒有那麽積極 那究竟是 因爲什麽原因呢 還是某些位置有 有些傷患 還是戰術上的需要呢 那這個真是很難判斷 但是由他今場的表現來看 就從昨天的比賽 就有很大的分別 好像不是很願意起板那樣 那實在啦 那在第二局 可以説 這麽不經意地失去這局 其實有少少大意 因爲一開局的時候 李源一就擁有9分 那現在開局同樣了 又是被李源一這樣搶分法 4比1已經領先到 因爲一旦李源一打起了他的士氣 他網前技術的發揮 你底線準攻技術的發揮 就會是打得出來的 因爲始終李源一 都是一位 那個手感非常好的一個球手 就好像剛剛見到這個放網 是放得很貼的 兜後兜面都在藍單面前就放網 那結果林丹也是撲了落網 那見到林丹也是點一點頭 那可能教練就給他一些指示 那見到李源一都是打得比較穩定了這段時間 這球球好像有少少判錯了 見到球證就馬上判回林丹就贏了 那的而且確呢 就是往往呢 在南韓比賽呢 就給人家的印象呢 就是南韓的私善員呢 那個判決往往都會是有些的偏差 那究竟是有意識呢 還是因爲想 因爲有立場的情況底下呢 就是看錯了界 這個就真的不知道了 但是以往的紀錄呢 就是這樣 應該有機會就要加強一些的起板 就是如果不是呢 就你原一的氣勢就越來越強了 那這些這樣的砂波就真是林丹的砂波 真是很重的 太多大了 搶得好 機會 跳得好後 現在雙方球員都進入狀態 但是林丹都仍然是不肯去積極去主動去找機會去攻 以後的決志通過網前的一個搶網放網 也都令到你原因就是跳球出界 實在林丹的放網是很鑽很貼的 當遇到這種旋轉的放網 跳球的方真的很難跳 因為很難掌握球頭何時是垂直的位置 所以跳起來比較難控制的角度 這球球很漂亮 因為經過幾次 李源一一直都是搶網 林丹亦都是捕捉到一次 李源一搶網的機會是撲了落地 好 林丹就連拿六分 暫時就要一分領先的 雖然打到現在 林丹都仍未是採取這個 積極主動進攻的打法 但是明顯就是那個速度 移動速度是加強了很多的 這個也都為他帶來 往往在網前就佔有比較大的優勢 就不止得在第二局後半段 李源一的網前就基本上就比較佔優 也都令到李源一有較多的機會進攻 所以林丹現在就堵塞了這方面的流動 剛才那球球是撲了出界 結果現在林丹也都是拿回一分 6比6 這個勾對角是很漂亮的 離網都可以放得這麼貼的勾對角 好球 這個網前一個跟進 見到李源一實在是放得太高了 看見到他就真是高手過招 兩個球手在處理的 被動或者半被動的球是真是處理得很漂亮的 好球 這球突擊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看見到林丹在上去網前滑了一滑 就明顯那個起動點就不對了 李源一在用頭頂插一個直線 當林丹在7位的時候 李源一往往在頭頂就經常攻擊林丹的直線 好球 這個球真是太漂亮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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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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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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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又再給李源一追回平手 9比9 剛才已經看到林丹特意要轉身 打回正手過去 放了機會給李源一攻 戰情越來越緊袖 第三局的決勝局 再一次球證 就overrul 這個判決 真是 看這個慢鏡頭 這個鏡頭是跟不上 看來應該都是界內的 似乎這個第三因素 就沒有特別對韓國的球手有利 林丹都可以拿回分 10比9 贏過鬥搶網 始終都是林丹健康 換句話說 來到在第三局決勝局的中段 暫時林丹少少領先2分 再次和大家回到韓國首爾的掌中體育館 現在比數非常接近 打到第三局的決勝局 藍丹的決賽 藍丹領先11比9 我相信這場過 可能很多觀眾都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第一局就是 李源一會以大比數 輸了第一局的比賽 接著就第二局贏回 第三局又可以打得這麼緊湊 我相信經過這兩局的比賽之後 就看到有極大的可能性 當李源一的分數被人拋離之後 明顯就可能他就不要那一局的比賽 就寧願部署打第三局 那這個也都可能是李茅教練的一支的部署 因為在這些級別的比賽 如果是把分數拋離得太遠的話 就基本上是很難追的 那所以如果是 真是這樣的部署的話 我相信李茅教練那個部署 都是做得非常之正確的 還有剛才我們之前都說過 韓國球手在打這個 可以說是易極多來說 是表現相當之好 現在眨眼 李源一又再反燒林丹兩分 那我相信這個也是他們的權動 那不僅是羽毛球 其他任何球類 他們都有這種打不死的精神 好 這球球看見李源是滑了一滑腳 那回動的時候 就時間不對了 那林丹也是很聰明的 那打個回馬槍 這球球就救不了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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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了七屆 那看來真的要想想辦法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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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暫時還是領先兩班 14比12 那這些這樣的局面 相信我們大部分的 就是在場邊看著比賽的人士 這球球很漂亮 大部分在場邊的人士 都想都沒想過 會是有這樣的局面出現 因為無論在任何角度的比較 都是林丹是佔優的 那尤其是第一局這麼大 比數領先的情況之下 相信沒有哪個人 就會懷疑林丹 可以 即是 會是 贏不到這場比賽 反而會覺得 他是很容易贏出這場比賽 但是 在球場上 比賽中的 這個局面 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 反而是打得非常接近 很激烈 非常精彩 正當林丹追回平手的時候 李源一又再超前班 一分之微 15比1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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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華教練 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教練 相信他在釋放的時候 亦都會做出釋放的指示 其實 李源一 可以說 來到這一刻 都還拉成軍勢呢 他在網前 拿分的 其實能力相當之高 他在網前的手感是很好的一個球手 他在網前的感覺並不雅於林丹 可以說是網前也是不錯的一個球手 還守得住林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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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經過一個多拍之後 李源一頭頂的一個大有少許假動作的滑板釣球 看看慢鏡頭 看到林丹就起動慢了 就追不到這球球 會不會這球球成為了李源一的短節點 因為經過多拍之後就勝出那一方 通常的信心都會是加強的 和現在距離這場賽事的21分完結 現在17比16 李源一還差4分 和整個勢可以由第二局開始慢慢凝聚起來 連主場的球迷也深深被這場賽事牽引著 轉場可以說座無虛席7000名的觀眾 在蔣中體育館這裏一路都可以說立喊作威 為主場的李源一打氣 這球背再一次出現頭頂的殺直線浪網 林丹的機會了 其實這球球有點危險 林丹出球就出得太平了 見到李華教練也暗暗沉沉 有些指示 有些指示 經過一個頭頂的落網之後 再一次在反手區 網前的一個失誤 亦都給到林丹反超前的機會 這球球要求太高了 想放貼網 結果打了落網 救得漂亮 漂亮球 機會 再救回 好 又有一個機會 哎呀 入界 這個是界內的 這個球 真的有些估計錯誤了 李源一 關鍵時刻 連失兩分 再看一看 一看的時候 沒了 很明顯 完全入界 有些少少大義 這個級別的運動員 沒理由 這樣的距離 竟然是可以判斷錯誤 見到李茅都用了手勢 叫他定點定點的手勢 其實對於李源一來說 可以在這場賽事 和林丹 現在爭逐到這個位置 即是 表現來說 都已經是超水準的 我覺得 以他 昨天比賽的表現來說 今天明顯 比昨天的比賽好 這一球 都是入界 二十十七 林丹 拿著三個match point 現在換句話說 還差一分 應該林丹 就可以贏球了 但是 剛才 把分數 判回韓國 所以剛才 轉一轉 變成 十九十八 但是林丹 都不方不亡 立即搶回一分 這一下 投殺 關鍵時刻 他就寫出 看家本領 真正去到 林丹的match point 還差一分 林丹的 就可以脫下 對 但是 再來一個很漂亮的 往前球 這球真是漂亮 真是 怎麼都猜不到 在下手球 其實 李玄一已經很被動了 見到林丹向後退 結果 他反而放了個網 真是非常大膽的嘗試 這個李玄一 也是拿到轉接點 成功追回一分 20比20 又再打 又再打 Dilsey 去到這個階段 真是 聖聖庫 真是很難判斷了 大家真是要趁這個機會 好好心呼吸 可以說幾度的起局 跟著李玄一 還要拿到這個優勢 再一次放回去前半場 拿到這一分 21比20 換到李玄一的Match Point 全場的觀眾也為之振奮 危險了 真是危險了 好 果然 看這個 重要關頭 林丹 繼續用回他的招牌殺球 在頭頂殺了個大斜線 看見李玄一也伸展不到那步 被林丹 就追到21比21 變成現在形勢大家又拉平了 看見林丹是去搶球 那這一球有一點點 我們角度覺得好像出界 但是 賽本就把那球換了給韓國隊 看見 看見兩個教練 沒動手 有一點點衝撞 林丹其實在場內還在爭 我們剛才的角度 其實剛剛好在界邊 真的要再看一次才知道究竟不是真正出界 但是暫時來講球證是判了出界 即是給了韓國 嘩 連林先生自己都火起 沒有沒有沒有 千萬不要 其實兩邊都是這麼緊張 同時間其實韓國方面這一分也對他們很關鍵 所以難怪他們的教職員都這麼緊張 但是當然了 比賽其實所有的比拼都應該要在場上去解決 因為剛才林丹那些舉動就給球證一個王牌 那如果這個時候林丹再沉住氣 再做出一些不邊緣的行為的話就危險了 再給到一個王牌的話就會輸了這一場的比賽 因為在球例就連續出線兩個王牌是失一分的 所以這個時候林丹應該要冷靜自己的情緒 在比賽當中這種情況都經常發生的了 如果裁判已經判了的話 基本上就很難再判回頭了 應該集中精神打回這場球 實在是太難相信了 22比21林丹落後 但是這一分輪到李源一打失了 這球是李源一的接殺球是打得太短了 也都令到林丹就在網前一個快速的放網 朱通得手 大家真的要用盡眼力看看 琳丹再來一下 招牌球在連身独闊般殺下去 23比22 看來真的剛才那邊王牌有少少激起琳丹的鬥子 對 還差1分而已 林丹,能不能夠贏出 說不到 繼續下壓搶網 雙方球員都很集中精神 贏球,夠多靈 本場,沒有機會下手 好,剛剛兩顆冷房 沒出界了 跳得起好東西 還未分出勝負 哎呀,真慘 這球球已經出界了 真是清楚了,這球球 好多的來回 好多的控反控 互有控球 但是最終,林丹 在底線打了出界 現在的分數 也是打到23比23 真是很難猜 究竟哪隊 這個球手是可以勝出 真是一朗折一朗 現在又再拉回到軍隊 23比23 剛才雖然說大家有少少少口角 但是平穩回 進去的賽事 立即打回球 來回球 可以說 看得不僅是現場 就連現在的電視機旁邊 一直欣賞這場比賽的觀眾 都是 可以說上氣不接下氣 是 但是暫時來說 形勢方面 財叔覺得哪一邊比較好 理論上 林丹應該是佔優 因為他有一下子 就是進攻 但是 很多時候 這個重要關頭 他就不肯去用 所以當你不敢去攻 這個時候往往反而被李源一搶了 始終李源一在網前球的手感 也是非常之出色 現在非常之危險 要攻 哎呀 真是慘 這個時候才攻落網 應該要早些攻 他又不攻 到最後關頭 攻下去反而 就有少少手軟打到落網 結果就是 林丹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輸了給南韓的一哥李源一 再一次輸給 啊 翻版 可以說是亞運會的翻版 這個 賽戰很難估計得到 好 那麼 欣賞完藍丹這一場的決賽 一陣間 都還有幾場勝賽的比賽 這一場藍丹的決賽 最終由韓國的李源一在主場 贏得了今次的冠軍 完全是出人意料之外 因為在第一局李源一 曾經以4比21大比數 輸了給這個世界排名第一的林丹 跟著 連續兩局可以呢 反超前回林丹 最後反勝這一位世界一哥 而在自己的主場 奪得了這一個錦標 可以說是我們 到目前為止 欣賞了三場賽事裡面 最精彩的一場 可以說是不可知的表現 李源一 也都見到了 林丹在場邊 也目無表情 因為想不到最後的這一球 居然自己是 扣殺失誤的 可以說恭喜了 韓國的李源一 一場歎為觀止的賽事 完成了南丹的賽事之後 待會還有兩場的決賽 包括了女商方面 和男商方面 也都會為大家帶來的 也都立即和大家去到 南丹各方面的頒獎禮 可以說沒有想到這個畫面出現 各位的球迷其實都滿以為 林丹可以很輕易地 在韓國公開賽這裏 順利衛免了她的冠軍 也都再次站上頒獎台的冠軍位置 但是想不到 你一位 0607年的世界冠軍 最終是無緣問頂這面的金牌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有少少的疑問 為何林丹呢 今天就不是很願意主動去進攻 那這個真是一個非常大的疑問 究竟背後是有些甚麼原因呢 為何要去到最後加分的時候才下手呢 那這個時候就真是 要考考我們的智慧了 究竟是甚麼原因 始終勝負已分 在去年才正式被登為這個大賽 國際羽毛球超級系列賽 今年是第二年舉行 08年韓國公開賽 藍單的冠軍 由韓國的李源一 在主場的七千名觀眾的注目底下 可以捧走了這個藍單冠軍 亦都是可以說 對於他們的球迷來說 一個非常之大的禮物